我国每年有超过2万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部分手术所用器官需要通过民航高铁转运 从2016年起 铁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 每年都会帮助旅客转运人体器官达到好几十例 在今年7月的一次转运中 已经将从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高铁站台的转运时间 压缩到了10分钟左右 而在前天下午 铁路警方开辟了生命驼峰线 转运路线从横川整个火车站 优化为直接从头一楼层的到达出站口 反向抵达站台 这次只用了8分钟就完成了转运 在国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乘坐CA1527航班从天津飞往上海虹桥的陈医生 拖着装有肺原的蓝色人体器官运输专用箱 大步走出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到达口 早已等候在此的民警辅警 以及铁路工作人员所担任的义警顺利会合 然后大家一路小跑走出机场 6点32分 一行人坐上四轮电瓶警车 从2号航站楼的西面出口 迅速驶向1000米开外的铁路上海虹桥站的东面进口 两分钟后 警车到达了铁路上海虹桥站 指挥室有吗指挥室 指挥室麻烦你站进查一下 这个叫到无锡的或者是无锡东的 最快的一趟车子是几点钟发车 在什么站台 在哪站台 最快的一般是 164 176时的吧 在几号站台 8号站台176时的吧 41分发车的吧 好的 6点36分 警车到达铁路上海虹桥站到达层2号出站口 一行人通过出站口 反向赶往8号站台 6点38分 陈医生拖着蓝色专用箱 登上了最早到达无锡东站的高1764次列车 你好 我们是那个人体器官移植的 找一个躲站的地方 我们先放下 好吧 可以 这里暂时放下 可以 因为赶时间 好吧 好 今天我们生命投风仙的话 应该来说从速度上和安全上都有了一个保证 我们在安全上的话 增加了辅警和义警跟民警共同护送 应该是在护送过程中确保了安全 然后我们在线路上是更加优化了 这个距离是更加缩短了 我们以往的话是15分钟左右到达 那个高铁站台 今天的话只用了8分钟 6点41分 高1764次列车驶离铁路上海虹桥站 当晚7点30分到达铁路无锡东站 记者了解到 目前肺源已植入一名肺气肿病人的体内 手术非常顺利 病人恢复状态良好